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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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温日晒又强的情况之下 真的要提醒大家 尽量避免在早上10点到下午2、3点这段时间 从事一些农室活动 最好是可以再早一点 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在外出这样会比较好一些了 从事农室活动 也要记得加强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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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